这一节呢就是说19这一道账户 我们进来账户看到呢 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账户号码 然后给它个名字 那么这个号码这个名呢 将来在哪里用呢 我们就会在收钱的时候用 收钱的时候呢 我们在2-7 收钱的时候 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我们收钱的时候呢 就是说收到现金那里的 ok 如果你说我再做一个case 是说是C2 ok 那是支票来的 那你就可以说 我这个是支票来的 那你收多少钱呢 哦收了 比如收了1000元 那你收了1000元呢 那这1000元用在哪里呢 那你就选了 好似这个case来说呢 好像这个case来说呢 它就是没有 好像这个case来说呢 有单的 没有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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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那 这里 2300 300 就算了 就收1000元的话呢 就算了 那 就是他还欠1480 那 那 他还欠1480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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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给了1000元呢 就还有520元 剩下 不如不要找了 取消 取消 那我先离开 只是收到1000元 那麽具的例子来说 好了 就是这样先了 这个示范 就是 怎样用那个帳户 然后收钱的时候 任何个号码那里 按一个